小五和唐三遭遇了生理死别 唐三在全力保护小五的情况下 被重创最后昏迷 而小五也因为现金变成了妇妇 目前唐三马上要为小五报仇 也就是击杀人灭魔珠 随后他就会带着小五回到天北城 到时候就是史莱克七怪第一次成剧 虽然令人很开心 但看到小五的样子 很多人好像是非常难受的 不过圣诞节本身就是一个花月团剧的意思 因此官方也打到了 史莱克七怪一起过圣诞节的场景 圣诞树 火鸡 各种礼物应有尽有 大家也开始装扮起来 场面非常的热闹 没有其他人出现 这就只是他们史莱克七怪的圣诞节 而且大家分工明确 像唐三就负责做菜 小五则是端盘子 奥斯卡则是准备礼物 一家人看上去其乐如荣 可惜对于马红俊来说 稍微有点难受了 毕竟圣诞节只有他一个单身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找到他的另外一半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小五的新装 似乎和公主装完全不一样了 变成了红色的圣诞男女 看上去又非常的美 再加上他超高的颜值 小五就非常完美 就可惜这么美的人 去端盘子了 应该和嘟不清一样美美的作者 奥斯卡同名幽容也有着很不错的互动 似乎奥斯卡手中的礼物 都是给明月一品费的 都快堆成山了 难道这就是嫁妆 毕竟接下来他们可是完全可以结婚的 这就让我很开心了 就目前来看 唐三回到天斗城 第一个遇到的就是独斗龙 作为兄弟 老怪物也极力开导唐三 随后柳二人的反应就有点可怕了 回到小五献祭 他非常的愤怒 毕竟小五可是他的女儿 他当场就想有五魂殿与死往后 不过被大师拦住了 史莱克奇怪也是很难受 曾经的伙伴如今变成了孤子 这就让他们对五魂殿更加痛恨 就连马虹俊也认真起来了 他必须加快修裂 这才能对五魂殿那帮人 而唐三在这次回归 也会建立起唐门 他要把前世的一汉名给回来 并且打造对抗五魂殿的力量 这才能替小五报仇 因此他也会以新型向登场 比起现在还要帅 你能觉得唐三帅气吗